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中国跳水球队的最新状况 相信感兴趣的球迷们都知道 福岡市井赛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中国跳水球队的成绩在近几年可谓是突飞猛进 在全红禅和陈玉希这两位小将的崛起后 把中国跳水球队的成绩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成就 在这场市井赛中 中国跳水球队一如既往地派出了全红禅和陈玉希 希望他们通过赛事向众人证明 中国跳水球队是有高水平的 是有能力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全红禅在市井赛的表现 让球迷们对他的重新刷新 在207C跳水过程 再一次地上演了水花消失术 凭借着他过人的实力 成功地拿到了最高分 比陈玉希多了接近十分的差距 因此众多的球迷们认为 全场能够拿到市井赛的金牌 但事与愿违 最终陈玉希以总分457的成绩拿到了冠军 全红禅则是拿到了亚军 这样一来 中国跳水球队一次性包揽了两个奖杯 足以证明中国跳水球队成功地崛起 陈玉希获得如此优秀的成绩 足以凸显他的真正水平 相信会有众多的球迷们去赞赏他 在比赛结束后 在市井赛的颁奖舞台上 出现了戏剧化的一幕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因中国跳水球队拿到了冠亚军 应对陈玉希和全红禅进行奖杯的颁发 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国际永联他们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失误 竟然把冠军奖杯给全红禅 这无意的举动 瞬间地在网络上放大 无疑不是对全红禅和陈玉希的竞争 大大的聚增了 永联出现了这么荒唐的一幕 陈玉希没有因为此事件去埋怨任何 而是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针对此事件进行摊牌 认为他与全红禅之间是互利共赢的 他们可以很好的督促与鼓励对方 让双方进步得十分迅速 通过他的这一番话 彻底地让众人看懂了 他与全红禅的关系 作为他们的主教练周济红 也没有看错人 后续全红禅和陈玉希在比赛的表现 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让我们期待他们在跳水界 带领中国球队去突破一个更好的成绩 拭目以待吧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